十几名二煞手持棍棒 对着民宅就是一阵猛杂 二煞下手毫不留情 玻璃被砸破发出巨大声响 但他们态度嚣张 完全没在怕 二煞对着民宅不断叫嚣 要人赶快出来 附近邻居都快吓坏了 不断低声求饶 眼看找不到仇家 能砸的全都砸了 这群二煞才甘愿离开 事后谢信屋主回到家 发现房子玻璃和车子 统统被砸烂 气得立刻报警 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侄子 在外面和人结怨 警方调查其中一名菜信嫌犯 汉屋主的侄子 酒后起纠纷 纠纵上门寻仇 找不到人就砸房子车子出气 行径相当嚣张 幸好屋主不在家逃过一劫 但这一杂也让附近猝兵真的是吓坏了 记者赖冠张 台南报道